來看看大石公園裡面的花苗 長怎樣 花苗 這很便宜耶 400塊 大概除以5 就是80塊左右 便宜 便宜 1000塊 200多塊吧 可以唷 仙人漲區 仙人漲區 這個超便宜的 這個叫做 我看他們家家戶戶都有在養這個 綜合組的 還有這個很好笑 這很像高麗菜 很像高麗菜的東西 他們也很常種這個 我覺得很奇妙耶 很多花 其實這個 在家裡 稍微種一下好像蠻可愛的 莫非這也是我們的日日春的遊覽嗎 還是他們從我們那邊去學來 這裡居然也有日日春 太驚訝我啦 這邊是 彩色是 花色 嗯 你們有喜歡這一個嗎 那邊是 原工區 就不能進去了 可惜嚕 好了 那克魯伊再帶你們去看看 美景 美景 超美的 克魯伊現在在 富士山 我蠻喜歡富士山的 雖然我覺得富士山很像台灣的 阿里山加日月潭的 合體 你看他們的 現在其實都在做修 修坑的 讓他們的 植物休息了 這樣春天活得更好 然後呢 然後呢 去這邊他也有 玫瑰花園喔 玫瑰花園 看看他們的玫瑰花 現在 也是進入一個 半休眠期 有 紅 紅鼠 可是大部分都在休息了 大部分都在休息了 然後這邊也是 所以他們在這個時間點已經進入休眠了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是 美麗的富士山 有看到嗎 在這裡 富士山 哈囉 哈囉 富士山 然後這一片是 玫瑰花園 很漂亮的 拱門 不知道這是什麼 然後 後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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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花的拱門 可是現在休眠了 然後這一區也都是 休眠了 所以呢 主要 還是 來看看 富士山 他本人 富士山 他本人長這樣 富士山 本人 富士山本人 他長這樣子 好了喔 那克魯伊就 今天就帶大家來玩 掰掰